在会议开始之前 我觉得你有必要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 关于网上流传的 欧氏集团偷税漏税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 全体股东最关心的问题 今天会议的主要一题 就是想给诸位说明一下 网上所传的 欧氏集团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 原本我是想放在后面去讲 不过既然你问到了 我可以现在 就开诚不公地告诉大家 网上所传的 并非谣言 而是事实 我承认 我瞒着你们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我绝对没有 损害各位股东的利益 没有 这儿我就不明白了 你把本来属于股东 用弘历的钱占给己有 怎么叫做 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呢 您继续 您继续 我就刚才所说的事情 我来解释一下 五年前 欧氏集团上市前夕 曾经有过一笔 来自海外数额巨大的投资 而正是这笔投资 令集团的现金流充盈 如此利好的消息 令集团上市后的股价 一路飙升至发行价的 百分之四百 我要说的是 这笔投资 正是来自我当年 从欧氏集团转移走的钱 试问在座的每一位股东 你们不都是股价飙升的受益者吗 我这么昨年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欧氏集团的发展 和在座各位的利益呀 那你也涉嫌 偷费漏费 给欧氏集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这你总没得辩驳吧 我训练了 这一开始 我持续小量地 抛售我手中的股份 并在去年中期 主动向银监会和税务机关 交代了我之前 一系列的违规行为 这些 是处罚通知书 和我缴纳的罚款 于质纳金凭证 而我缴纳的罚款 正是我抛售股票 套出的现金 就在刚才 我已经把这些凭证 发布到网上 并做出了声明 至于 民众是否还对 欧市集团抱有信心 只能从股市上的反响 来做判断了 欧市的股票 今天一开盘就在下跌 而且还有继续下跌的势头 欧昌林 不管你再怎么挽救 你的错误 已经导致欧市集团 蒸发掉了上亿的资产 这也让我们大家 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你不配再做这个位子了 股票上涨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种话呢 齐总说得对 所以 今天这个会议 我想宣布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从近日起 我将卸任董事长的职位 这份辞呈 是我在股东大会前 刚刚签署的 但辞职这件事 我其实早有打算 因为我的身体原因 我查出淋巴爱 如今已是晚期了 我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允许我 再过离宫死亡了 对不起 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我怕因为自己身体状况 导致集团受到影响 所以我希望在我卸任前 重新选出 欧氏集团的新的领导人 在此 我提 董事长的位子就由 欧瑞担任 常年 你这是 我通议 我通议 好